有人说你怎么说日语 哪条法律也没规定 不能说日语 这不马上到北京冬奥会了吗 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个跟奥运会有关的地 但是这个地呢 现在比较破 我个人感觉比较破败 比较荒凉 但是呢 还是个4A的旅游景点 到底什么样呢 一会到了就知道了 现在去洗个车 洗完车之后出发 进京检查站排队 现在进京要核酸 这个核酸检测 我记得去年好像是80块钱 反正有几十 你们猜现在多少钱 今年是2021年 核酸检测费用是8块钱 你说它这利润得多大吧 我估计它根本就没什么太多的成本 它就是通过电 然后弄个棉签棉签检测一下 再加一个人工钱 8块钱太便宜了 好验证通过 没有核酸不让进 继续出发 要没油了 我现在去加油站加点油 为什么要来北京加油站加油呢 是因为河北的油汽油都是乙醇的 但是北京市里的所有的汽油都是无签的 据说啊 据说这个乙醇的没有无签的 92的加150 加150 为什么加150呢 因为加150送一个洗车卷 过日子不得精打细算 我一次加300不就一张洗车卷吗 我一次加150 加两次就两张洗车卷 好继续出发 今天还行一点都不冷 你看这边现在已经是深冬了 基本上都结冰了 看 冰还挺厚 都能踩上了 滑个冰是没问题 好继续出发 到这儿了啊 这个就是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这边是个儿童乐园 冬天没什么人来 太冷了 今天也行 比较冷 这是一个摩天冷 这个是后来建的 跟儿童乐园是一块的 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小镇 叫墨塘小镇 OK 就是这儿了 结冰了已经 这儿不是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吗 是2008年建的 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皮划艇赛艇滑水的这个赛场 当时真是人山人海啊 现在是没什么人了 但是它还是收费的 因为它是4A景区嘛 这个4A景区很匪夷所思 怎么弄出来的 它就是一个人工的一个 皮划艇的一个赛道 但是挺长的 我看那个某百科上说的是 60块钱门票 进那个公园 就是这个炸的一墙之隔嘛 60块钱进 但是现场买是20块钱 成人是20块钱 60块钱我觉得真的没几个人去 当时我以为这个北京冬奥会 就是在这儿呢 因为它全是冰嘛 我以为什么滑冰啊滑雪都跟着 但后来一想不对 你这东西不可不可控因素啊这是 这滑冰运动员滑着滑着掉下去了 掉冰窟窿里了 这不合适的呀 是吧 这咱说这根据温度 这冰冻的薄厚都不一样 万一掉进去了 他这个北京冬奥会还不是在这儿 是在那个什么张家口那边 它是人工的冻上冰的 底边应该是没有水的 花冰 这个是主公园 这呢就是一个墨塘小镇 做当时做的配套的 我带大家在这转一圈 你看一下 基本上都荒废了 因为没什么人 这个位置的周边是各个的村 全是那个怎么 也不挨着城市中心 也不挨着这个 也没有小区 这卖东西呢 卖东西呢 关门了 夏天来的时候 还有俩人跟着卖可乐啊 卖冰激凌 但可乐卖的还挺贵的 不是那个市场价 以前估计刚建成的时候 人还挺多的 还弄这么多商家 这是小镇的全貌 一家商家都没有了 这还哈尼族歌舞餐厅 谁跟着吃 我估计08年奥运会 时候有人跟着吃 这个运动场 这个运动场啊 滑水的批滑井赛场 现在是有一些政府的 那个运动员上这来训练了 就是一个人工湖 从北边一直挖到这儿 我估计都是人工湖的 这条湖河真大 冬天滑冰绝对好玩 现在是没什么 走 咱们下去看看 看哪商家都破败成什么样 他这当时规划的还挺好 你看这换衣服的 这是 这里边都空了 什么都没有了 规划的挺不错 升级改造 暂时营业 这一暂时暂时了N年了都 这是一个小广场啊 你看这规划的多好啊 还有自助用水的 关了 冬天怕上洞 怕水管的洞上 关了 看这里都空了 升级改造 光光了 光光了什么都没有了 从里边走 这还有一个蹦床 蹦床 这是可以蹦的 这是软的这东西 这样子你会翻跟头也可以 蹦上去之后翻一根头 牛逼的 你看这个 海鲜烧烤 福星高照 说明当时还是有人吃的估计 这随便进来 门票都不要 哪个四野鸡景区能这么可劲玩 你看这都结病了 看病多好 2009年开放了 08年奥运会刚版完就开放了 虽然那人没管我 但是拍一下就出来 我也不进去玩去 冬天也没什么可玩的 这还一闪门 虚眼呢 还能进去 看里边 这以前的饭店 这以前还剩炒过菜 你看这油还不少 顺便当时 还有不少人吃饭 在这里边多脏 这是个饭店 这么大的坑田 还通燃气呢 天然气 太脏了 太额腔了 海鲜 海汁味道 海鲜 然后油呢 过期了 这屋就暖和多了 有太阳 这地板还是木地板 之前是卖海鲜的 海鲜餐馆 这是大堂 这是二楼 看里边看看 就看看啊 看完我就饱 什么也不拿 什么也不迫害 这是二楼 还能开开呢 还能出去呢 灯尖 我去 还要灯尖呢 这里会不会 有妖怪啊 去 这可以下来 这都开这的 这门都是开的 没锁 随便进来 之前养的皮皮虾 大螃蟹 都没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 我现在去下一个地方 这就是 我下一次 我现在去下来 我现在来